在哪里 等下来 你快点 你怎么来了 老婆 那女的女的谁啊 她俩什么关系 什么什么关系 普通朋友 经经问问 什么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一块回家 不长时间了他们 不是你说的跟真事的 什么多长时间了 人家就是普通朋友 还有啊 你把你那破嘴给我闭嘟啊 别到处勒勒去 尤其是跟赵新梅 听见没有 我知道了 我嘴那么严 你死了一下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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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外跑吗 我住我姑姑家 以后别再 这么晚出来了 早几个小时回家 路上安全地动 你不喜欢跟我一块走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姑姑不在海城 我住校 那你每天往外跑 何比呢 你是真的不明白吗 我每天大晚上地跑回来 再跑回学校翻墙回去 就是为了跟你走这一段 我每天都在盼这个时候 齐伟 我喜欢你 姑娘 我已经结婚了 行了 这话就说到这儿吧 我当你没说过 你别走 别丢下我不管 晶晶啊 你是个好姑娘 你还年轻 你有大好的将来 听我一句 将来找一个对的人 谈一场健康的恋爱 别再来找我了 我也想知道 你还要能够 一切都不一定要 你把关乎的东西 那才是最好的 你再说 你会要务的 你不一定的 你还要务的 你快要务的 你能够让我务的 你找一下 他们都会有什么 这个不错啊 你看面料都行 老板 你好 有没有像这种款式新一点 面料又好的货呀 有啊 你要拿多少 你给我来个五件十件的吧 那么少 没有 老板 你刚才的意思明明就是有 怎么又没有了 你就拿这么几件 而且又要好货 我们好货都是往上场送的 而且拿过来又那么贵 你要拿的话就拿这些吧 这个比较便宜 好吧 其他的没有 老板 那不就卖 装什么大衣服了啊 我们工厂接的可都是国外的单子 什么好货没见过啊 仓库里还有一大堆呢 舒容 有了 我们仓库还有不少货呢 那可都是国外的订单 你也知道 每次验货都有一大批瑕疵品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的瑕疵 无非就是有个黑点 走线有点歪 把这些货拿出来卖 那肯定火啊 你想 国外的货那再不计也是好工好料的 到了市面上 那就是潮流 那还不是随便标价随便卖 到时候 你还用得着看这些人的脸色 你说得简单 那些货哪那么好容易弄啊 现在厂子不景气 那些货能处理就处理了 放着也是涨没占地方 我跟厂长提一提 肯定强啊 你就出一笔钱 把库存货全包圆了 到时候放您的摊上卖 那只定强啊 你这主意不错啊 那这事就靠你了 行 没问题 走啦 走啦 这几件先别挂了 紫博和赵达 他们拿新过 我们拿 挂进去 好好好 叔叔 我有一件事想不想知道 你说呗 反正我问不问你都得说 昨天晚上我去舞厅 不猜我看见谁了 看到谁啊 我看见 齐伟和一个小婚妆在一块 他们一块回家了 很亲密的样子 可能就是顺路 别听风就是雨的 什么顺路呀 我听老三说了 好几天了 你说 真是苍天有眼啊 都用不着你来收拾赵新梅 自由后来人 咱们俩啊 就搬个小板凳 看戏好了 我跟你说啊 你还不了解实际情况 你别瞎说 回头又给秦卫找麻烦了 对对对 你说你啊 你就是活该受欺负 你都没工作了 在这儿撂摊 还想着齐伟呢 齐伟怎么不想着你呢 赵新梅来了 别乱说话啊 看老娘兴趣 我周末在家也没什么事儿的 就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 这个是要拆的吧 别动 放下放下 别添乱了 走 树荣啊 我就想问一下 我上回来的时候 觉得你身上那个香水味特好闻 我想问你在哪儿买的那个香水 我从来不喝香水的 新获到了啊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坐这边坐这边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不错啊 这些不是厂里的衣服吗 不是啊 那这属于厂里的公共财产 你们怎么能拿出来当街卖呢 就是在婚姻上你这种人 我跟你说啊 这是厂长批过的 树荣也是花了钱的 就叫 帮厂里处理下次滞销产品 我还等着年底拿奖金吗 这边多少钱啊 这边啊 这边啊 算三十 你看怎么样 三十啊 这个称的肯定有人特别看 真的啊 对 这两件 好啊 好啊 这两件 这个 这个 你稍等一下啊 好啊 好了 那麻烦你帮我包起来 好 好了 怎么 眼红了 你别眼红这些 家里后院都着火了 你还用闲工夫出来溜达呀 我先拿掉的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后院起火呀 这事吧 书容不让我告诉你 你有话就说有啤酒饭 那这是你让我说的啊 说 你要这些天的没事 就是吧 就去舞厅里看看吧 会有收获 我们这好多动心怀 你看这个 觉得怎么样 这个 好的 这个算什么啊 这个算什么啊 这个算好吧 这个算是十一件 这个两件八十块钱 还怎么样好吧 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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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没睡吧 等你呢 你今晚上跟谁一块回来了呀 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啊 你不认识 你的朋友我都认识 要是我不认识的 我还挺想认识的 谁呀 她叫金晶 一个常来舞厅玩的女孩 舞蹈学院的 你要是挺想认识 改天我介绍 我介绍你们认识 你还真是坦白从宽呢 你不要以为现在装作一副 清清白白的样子 我就相信你们俩之间 什么事都没有 要真是没什么事 你们俩会那么亲密地走在一块啊 那么亲密地走在一块 今天是最后一次了 不会再有了 你只需要相信我就够了 那好 你发誓 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还是不敢发誓是吧 你就是金晶啊 我是啊 我就是齐伟的妻子 我来找你是为了什么 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就是想当面地告诉你 不要总惦记着别人家的老公 那是别人家的不是你的 父母供你读书不容易 千万不要做任何 让他们觉得丢脸的事情明白了 你就是心梅姐吧 别叫我姐 谁是你姐啊 我们吃这套 姐 你是不是误会了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不想听 我为什么要听一个第三者 跟我来解释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昨天晚上你们在一块我都看见了 你跟踪我们了 我下楼去接我的老公 算什么跟踪呢 静静 我劝你也劝我 你现在年纪还小 就该好好读书 如果非想谈一场恋爱呢 你就应该找一个优秀的男孩 谈一场光明正大的恋爱 而不是去抢一个有父之父 我是想跟你抢 但是我知道我抢不走 他每天张口闭口的全是你 一个人他爱谁 他就会想要在谁的身边 抢是一点用都没有到 不过现在我也不想抢了 能见着你们这对爱情传奇 我也觉得挺幸福的 你都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爱情传奇 你们的故事齐尾都告诉我了 就是昨天晚上 你看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你们的故事 就是为了让我知道 他是不会离开你的 让我知难而退 我都明白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比电影里还有震撼的爱情故事 就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我也明白了我自己的分量 在你们的爱情面前 我什么都不是 齐尾 所以他昨天晚上真是这么跟你说的 欣梅姐你知道吗 在我心目中 你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你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你 也有可能是受到伤害最多的你 爱有多深 痛觉有多深 什么意思啊 你不用明白是什么意思 姐现在明白了 尽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你会找到一个好男人的 好 叔叔 怎么这么早就收了 这也没生意啊 收拾收拾吧 天一朗了吧 人都不愿意出门溜达 生意少见当然正常了 也不能一直都这样啊 得给自己想想办法 干点别的呀我 我 挺好的 叔叔 带你去个地儿去 去哪儿啊 都跟我来 这把东西放 这把东西放 我把这个厕所锁了 去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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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 多少钱啊 这个怎么也得四五万吧 怎么了 算了吧 为什么 没那么多钱啊 舒容 钱不是问题 这不是还有我呢吗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就是我特别高兴的日子 你不收起了 这水上拿的什么呀 惹你生气了 那天你平时来看的我看见了 我知道你喜欢的 你真是的 花这冤枉钱 这得多贵啊 喜欢吗 特别喜欢 好看啊 好看 好看 司机好看还是人好看 人更好看 你觉不觉得老夫老妻了 你突然夸了我都觉得有点 受不了了 真挺好看的啊 你要看啥了 吃饭吃饭 来 小正 你给我拿两万就够真的 对不起啊兄弟 我是实在是没钱 我女朋友家要买新房子 钱都给她了 等等等等 你给我拿一 等等等等 兄弟 有钱还能不借给你吗 要不你去问别人看看 我都跑遍了 要不就是家里没钱 那家里有钱呢也都有用 现在大家都手头紧 买房就买房 要不来又下海做生意了 不说了不说了 我得上去 我老婆孩子还等着我吃饭呢 兄弟 这是真的对不住了 没事 媳妇 我想起一个故事来 这个故事讲的 是一对很恩爱的小夫妻 她们两个人过着 简简单单的 幸福的小日子 有一年圣诞节 妻子想送给丈夫一个礼物 因为她的丈夫 有一块祖传的怀表 妻子呢 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她想给丈夫买一根金表链 配上 可是家里没有钱 于是妻子就选择 她们卖掉了自己那一头 乌黑亮丽的长发 给她的丈夫买了那根金表链 可就在那一天 她的丈夫 卖掉了那块金块表 给她的妻子买了一套 特别漂亮的发书 一整套发书 于是就悲剧了 她们两个人精心准备的礼物 都没了用处 可是 她们两个人 却收获了 比这份礼物更珍贵的 无价之宝 说得真好 我们两个也要像她们一样 一直恩爱下去 那天怪我 我 我不该那么着急地跟你喊 我成人错误了 都老夫老妻了 这么多年了 我不知道你脾气怎么样 没事 干杯 我去看问 来 赵子梦 你来得刚好 一块喝一杯 来 齐伟 自国来了 这 你们这不方便吧 没事 没事 来来来 坐 我就不坐了 那个 齐伟 咱上外边说去 行 有事啊 行 行什么呀 有事就在家里说呗 还把我当外人了 说吧 其实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来借点钱 多少 三万 行不行 你去给自博拿 谢谢 谢谢 哥 你借钱干吗呀 新北 你就甭问我 我借钱肯定是有金用 我知道 这钱又不是个小数目 问问总行吗 新北呀 你怎么要用钱肯定 肯定有它的用处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嗯 我不问我也知道她当谁姐姐 我哥只会为一个人的事这么着急 为他借钱还必须背着我 那这个人就得是牛树荣了呗 我猜对了吧 哎唇神 新北 我实在是没辱了才来找你们 那树荣确实遇到难处了 天这么冷根本就没生意 现在看着个商铺 钱又不够 我真是借了一圈了 我也没借着 我这要不是没办法了 真不来找你们 赵紫波你能不能清醒点啊 牛舒荣有难处了 你就背着我偷偷找齐伟借钱 这算怎么回事 你嫌还不够乱吗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哥 我一猜就是 让你知道了肯定不借 我当然不借了 我借谁都不会借给他 好 你们都不借 那舒荣怎么办 就眼看着舒荣就垮了 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了 谁把他往火坑里推了 是他自己当初犯了错误 自己觉得没脸才从场里出来的 这关我们什么事啊 新闽 我知道你们俩都过节 我这要不是谁家都没接上 我犯得上来找你吗 哥 还是那句话 哥 不过我都快被你感动坏了 患难见真情 牛叔容易这难处了 这关键时刻啊 还真能看得出 哪个男人对他是真心真意的 齐伟 齐伟 你帮我去 你帮我去 子宝 你在场别书问问去吧 齐伟 你要是后悔了还来得及 我愿意把钱借给牛叔 不会 我怎么会后悔呢 你都已经做了决定了 那我就无缘地支持啊 你放心 你说不见就不见 新铭啊 就算你 你跟全世界作对 我也一定会沾到你这一边 是他们都跟我为敌 不对 是他们不对 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大事 你们有什么的 你不说是吗 就算是吗 对 你不说是吗 你不说是吗 我爱你 你不说是吗 你不说是吗 我爱你 对 你不说是呀 放心吧 这个就说好了 合同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我觉得特别好 那就好 来了 这 我没关系 租下来了 租下来了 合同我都签了 你看看 你们住在这边啊 算你们很有眼光 之前的佛装店也发达了 现在搬到搭厂厂里面去了 所以你以后不要担心你发不了财 那行 那我已经走了 以后再打我电话 好 好 拜拜 谢谢 辛苦了 老板 拜拜 叔叔 这钱哪儿来的 不是你给我的吗 我没有啊 一大早与老三就来了 说是你管他借的钱呀 不是 我压根儿就没找老三 我 我接了一圈也没接上我 我这儿正发愁怎么跟你说呢 不会吧 应该是齐伟 不是 叔叔是这样听我说的 你等会儿 齐伟 之前是齐伟的 他怎么就要闹人钱 叔叔 这孩子怎么说呢 我实在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就想到齐伟了 然后我去他们家找他吧 欣梅也在 反正当时是没借 我还特别满意他怎么不帮忙 那看来是我错怪他了 他肯定是否去找他老三 借钱你拿回去吧 叔叔 别人听我说了 借钱特别难 而且齐伟也属于好心 就别犯去 我当初离开场子 就是不想跟赵新梅还有她 再有任何瓜葛 就算我这个店开不了了 我也不会用她的钱 拿回去吧 爸他又犯病了 你爸这病啊 是一天不如一天的 医生怎么说呀 还能怎么说 吃药 养着呗 你哥哥 我好心念 都没什么消息了 你呢 忙自己的事情 还忙不过来呢 我能指望谁呢 好 宝贝 有时间 就回来看看我们 对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没有 我就是想你们了 想你们就回来看看你们 好 我现在我也顾不上你了 不过 你要有什么需要 你就回来告诉妈妈 好 你放心吧 我挺好的 好 你放那儿吧 别管 你都我来收啊 先回去吧 你爸爸他 你爸爸他 也得准备睡觉了 别管了 别管了啊 你们说啊 别管了 我跟你儿子 那还有表示 这跟别人你 你们也通过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没开口 那为什么呀 也没有看到我爸 他都病成那样了 我妈还要每天照顾他 已经很吃力了 我为人子女了 不可以让我的父母想亲父 还要跟他们开口要钱 我开不了这个口 我明白 初荣 你说现在这钱的事这么困难重重的 要我说 在这些房间先不干了 凭什么不干 我再不赌一把 这辈子就真的没有指望了 行 你有信心是好事 我得想办法帮你筹钱 钱我有着吗 这么着呢 我还有一套房子 就是跟秦伟结婚的那一套 我拿去抵押就能钱 初荣 这房子是你最后的保证不行 绝对不行 难道我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初荣 你想过万一这生意要没做成 你就什么都没了 我这样总比抱着房子混吃等死要好吧 我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我还怕什么 我一定要再赌一把 我要赌一把 就算是输 我也认了 好 好气派啊 今天是大老板了 太说了 你好好干 不够场子效益不行了 我出来跟着你干 那你还不赶紧 八七八七扭书了 是是是 那他必须白了你 去去去去 不行啊 你们能来我特别高兴 快去去看看 开始要送你们啊 真的啊 大家过来看一看 新年开张啊 眼光可以啊 好气派啊 随便看看随便看看 你真这么大帽呀 你要送给我啊 开上几件我送你几件 真的 杜芳 你真好意思啊 那书荣刚刚开张 不容易啊 你还贪便宜上你了 你 我就随便说说 赵新梅呢 怎么没来 不知道啊 他说中午有事 有事 我看呢 他是看我们书荣 这生意做大了 他嫉妒 挑不挑 不挑就不送了 挑挑挑挑 你要给钱啊 这几件好看 好看啊 老三肯定喜欢啊 他懂什么呀 那我试试去啊 快看去 呃 мира 快店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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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作词 reorgan开场 行啦 快店 五号桌的 好的 我跟你说件事啊 那个钱叔叔给退了 你也甭操心了 我媳妇跟我说了 说他要开一个什么服装店 人还挺开心的 把他那个钱做哪 房屋抵押银行贷的款 他把房子给抵押了 也好 那场老房子没什么好回忆 抵押就抵押了 哥 你知道咱们这伙人 为什么都管你叫哥吗 就是你太愿意管事了 把谁的事都当成你自己的事 又给自己添麻烦 办完了大家都不留你钱 行了 你该干嘛干嘛干嘛 少在这儿给我灌鸡套 往哪儿改啊 不过我觉得啊 我挺服输的 平时不怎么之声 一干起大事 有魄力 老爷们都不敢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人家敢 我看的这把 能成 赶紧赶紧姐妹赶紧 干 来了 嗨 你们先进去坐啊 啤酒 啤酒 少喝点啊 好 张小面儿呢 平时我让你少喝点 你怎么拿那么多话举我呢 哈这一说 乖乖女的 找死了 来来来来 你让我多活两年了 你们聊着啊 走来啦 你可挺好看啊 是吗 还好 那我以后经常穿 平时你们这些小姑娘 那上哪儿买衣服啊 就那些市场场店 大商场也不吃好 太贵了 买不起 我那天路过 正好看着我一家小店新开张 挺好的 衣服好看 是吗 那你赶紧把那地址给我呗 我正愁美地方买衣服吗 是吗 原来是未来 你可怜若 你可怜若 你们那儿 在哪儿 都要得到我们 我们有份